大家晚安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希望你有好好的把握到 各位可以看我们的卫星图 其实整个台湾的天气呢 相对的都非常的晴朗 除了东半部因为改为吹东风 云量比较多之外 西半部都很晴朗 甚至中南部有一点大气光发反应 空气有点略差 但是也没有差的太多 不过东半部因为吹的偏东风 银风面有雨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状况 其实未来的这个东北风 开始在礼拜五就会逐渐的到来 所以礼拜五是一个转变的时间点 那现在来看的话有一波冷空气在下来 这个就在礼拜六 那这个礼拜六的清晨恐怕会持续的低温 现在来看的话 这波冷空气下来最低温可能是在礼拜六的清晨 台北市北部空旺地方可能是14度 低温14到15度 那整个空旺地区可能是12到14度 那这个就很有感了 尤其跟这几天的温度一下子落差 在北部大概就五度 那整个中南部来说的话大概是两三度 是有一点感觉的 请大家多留意 那未来呢 降雨的趋势来看的话 这两天真的是只有东半部偶震雨 云量比较多 有点雨势 那未来呢 就是又突然又换成是东北风行的天气 礼拜六 礼拜五开始呢 就是北部跟东半部迎风面偶震雨 然后中南部相对的还是蛮稳定的 预期呢 类似的天气 会持续大概有将近七到十天以上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 前一阵子我们要好好把握好天气的时候 就要赶快洗衣晒衣 那现在来看的话 这样的天气呢 会持续大概有七到十天 甚至到两个礼拜以上 这当中呢 不排除有更强的冷空气会再下来 所以我们看四日雨区 其实未来呢 都是容易下雨 那整个温度变化呢 是我们未来这几天要注意的 就是说 从礼拜四很温暖 礼拜五 礼拜四很温暖 礼拜五温度烧降 礼拜六最低温 一下子上去 然后未来呢 在七到十四天里面 会慢慢的有一些波动 但是呢 已经回不去 过去这几天 非常温暖的天气了 请大家特别留意 现在来看的话 到了 圣诞节 或是到这个 跨年 恐怕都是这样 比较偏低温的环境 请大家要留意 不排除 还有是有这种冷气团等级 会接近到台湾 所以我们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喔 最近的天气相对的 这两天 希望你有把握到 礼拜四十最后一天 务必要好好把握 赶快去外面 洗衣晒衣 运动一下 只要不是东半部的朋友都可以 东半部云量还是比较多啦 那到礼拜五开始 就天气有变化了 礼拜六礼拜天 开始封面开始下来 然后接下来呢 天气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预期的类似 但是比较凉的天气 会有一段期间 请大家多注意的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